那些聲音有點像 我立即衝過去 啪一聲拖開門 然後退後兩步 再看一看房間裡面 不看油自可,一看就嚇一跳 我看到房間裡面 佈滿了大大小小的白束 床上面最多 至少有幾百條 在上面爬泥爬去 而且還有一個人 躺在床上 我再看清楚一點 那個人居然是阿傑 這個時候的阿傑 整個人僵硬捲曲 面上有一種很扭曲的表情 呈現出來 好明顯已經死了 他全身被白束生氣滿了 還有幾條白束 在他嘴裡鑽瘋鑽入 他雙眼睜到大一大 流露出他臨死之前的那種恐懼 我立即大叫一聲 我說 你快過來,阿傑死了 默然和肥佬聽到我這一聲叫聲 也馬上走過來 他們看到眼前的這一幕 也很震驚 肥佬立即衝過去 把他帶來的玻璃瓶裡面的液體 灑在床上 他一連淋了幾瓶 那些白束才走不見 我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聲音都很震驚地說 究竟是 什麼人殺了阿傑 我真的不願意相信這一切 說實在下午的時候 阿傑還沒事生吵吵地跟我們聊天 他還這麼熱情地招呼我們來他的家住 但是現在 居然莫名其妙地死了 所有事情實在太突然了 這個時候肥佬 瞭大雙眼看著我就說 阿傑這次也算冤枉 他死在你睡這間房間 即是說那個人想殺的 其實根本不是阿傑 是你 肥佬這樣說的合情合理 阿傑很有可能是我的代罪羔羊 但是 我和肥佬和默然來到這裡的行動 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就只有我們三個知道的 那為什麼會有人跟來殺我呢 難道他們當中有人出賣了我 但是似乎又沒有可能 如果他們兩個想害我的話 都有大把的機會 沒有必要這麼大費周章 更何況 我們一路上都在一起 他們就算要和人家合起來害我 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去通知其他人 我覺得所有的怪事 都是圍繞著自己發生的一樣 好像自己變成了瘟神 無論去到哪裡 就會把握魂帶到哪裡 無論去到哪裡 都會有人因我而死 我下意識就說了一句 這麼多白粥 會不會 就是那個袁婆婆啊 肥佬他轉了頭就說 不會是他 他和這裡相距太遠了 就算他真的走來落鼓害死阿傑 沒理由快得過我們 是不是 他這麼老 走都走得不夠我們快 墨然也加了一句就說了 我覺得 殺死阿傑的人 應該就是殺死你舅父的人 用的都是五公鼓 對 那究竟是什麼人 是人 還是鬼 我看著墨然和肥佬 他們兩個的表情 同樣都是充滿疑惑和不解 我再望真些阿傑的屍體 他身上的衣服 已經被白粥咬得熔熔爛爛 全身上下充滿了黑癡癡的傷口 而且他死的樣子死得很恐怖 我判斷 一定在他死之前被什麼嚇到 否則他不會保持著這麼猙獰的樣子 我伸手想幫阿傑合上他的雙眼 但是 無論如何都合不上 這不是典型的死不眼閉 在我伸出手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 在阿傑手上 好像有些文字一樣 這些字我就不懂 我馬上進肥佬和墨然過來看 墨然也另一另頭 說自己看不明白這些字說什麼 反而肥佬看得很認真 他看完之後 雙眉拿成一柱跟我說 嗯 你們是描織的文字 上面的意思是 再調查 全部都要死 我說了 看來這個人 是用阿傑的死來警告我們 不過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棄的 因為這件事 死了那麼多人 就算他再厲害了 我都要查清楚 而且他既然警告我們 那即是說明 我們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了 如果不然他為什麼那麼害怕 我一卵嘴說了那麼多 但是肥佬伸了伸手 讓我示我不要那麼激動 他說 你查不查下去是你的事 但是老實說 我不想查下去了 我想走 因為這次這個人 我覺得我們對付不來 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覺 就帶阿傑下股 即是他都有本事對我們下股 喂 我覺得命仔重要 肥佬就開始縮沙了 說真的我不是很意外 因為本來肥佬這次來 有點不情願 是因為他見到墨然給他那張照片 他才決定要來幫我 現在見到阿傑死在我們面前 他怕也是人之常情 我就問墨然 那你呢 你也想走嗎 墨然反而就說了 你在哪裡 我就在哪裡 墨然這句說話令我很感動 我就跟肥佬說了 那算了肥佬 你不想查我也不勉強你 好多謝你之前那麼幫我 你回去吧 這件事讓我跟墨然查就可以了 我說的這句說話 是真心的 我也不想肥佬因為我的事 而搞出什麼意外 但是肥佬似乎還想勸我 他說 我勸你 還是不要再查了 這次這個人很厲害 不是我們可以搞得定的 不如還是回去吧 我說另一另頭 老實說 逃避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次這個人 他的目標很明顯是我 我就算逃避 又可以避得幾時 又可以避得去哪裡 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我一定要查清楚究竟是誰想害我 肥佬見到勸我不行 他又說了 勸你不行了 不過呢 我們今天最好 還是去跟那個苗婆婆說 說 有始有終 於是我就跟肥佬和墨兒 再一次走去後山 在走的時候 那一陣子 我不斷留意四周 變得很閃縮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 那個神不知鬼不覺之間 就可以對人落鼓的高手 就隱藏在附近 準備對我們下手 去到後山 我們同樣推開苗婆婆的門 但是這次 苗婆婆就沒有放白燭出來 只不過 她看著我的眼神 就變得很奇怪 究竟為什麼這次苗婆婆對我們 好像有善了 不再放白燭呢 這件事是不是有轉機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八十三集 我中了鼓 上次說到 我和墨兒和肥佬 在後山那裡 找苗婆婆 這次去找苗婆婆 她就不像上次一樣 放出一大堆白燭來嚇我們 而是看著我 她的表情是相當古怪的 我被她看得全身都不聚財 那跟她說 苗婆婆 我們這次來 其實是想 我還沒說完 苗婆婆已經向我放一放手 試我不用再說了 然後我聽到她說 是不是村裡的阿傑死了 是不是 苗婆婆的這番說話令到我好震驚 我都未講自己的萊姨 苗婆婆已經知道了 難道阿傑真是她落鼓殺 怎麼會殺的 這個時候 我不禁退後了兩步 因為如果阿傑真是苗婆婆殺的話 我們三個這次就等於自投羅網了 苗婆婆見到我退後兩步 知道我有點害怕 她就跟我說 她說了 你們不需要那麼緊張 猜不是我落的 不是你落的 那你又知道阿傑死了 哈哈哈哈 是阿傑告訴我 那你真是吹水了 阿傑都死了 她怎麼告訴你 不知道 這個時候肥佬也都指著苗婆婆說 你…你…你…不要說謊了 阿傑 是不是你殺的 她不是我殺的 信不信就由你們 你… 苗婆婆的表情 一點都不緊張 我也有些相信她說的話 因為 以她的本事 如果阿傑真是她殺的話 她沒必要否認 因為我們幾個根本有內舉不合 我們不是她的對手 那既然不是你殺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究竟是誰落鼓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個年輕人都認真古怪 你自己都被人落鼓了 還懵然不知 還有閒情一致去想其他人 喏 苗婆婆說出這句話 我馬上嚇了一跳 連隨看上自己的身體 看著自己的手手腳腳 不是呀 沒有傷口 為什麼她會說我已經被人落鼓呢 根本就沒有說 古蟲侵入我體內的痕跡啊 而且我和默然 和肥佬一直在一起 既沒有亂碰些什麼 也沒有亂碰些什麼 更加感覺不到 有什麼古蟲曾經咬過我 我有什麼可能被人落鼓呢 但是苗婆婆看著我 還是一尾在那裡笑 笑得我整個人有點矛 突然間 苗婆婆不知道在哪裡 拿出一個很小的鼓出來 然後輕輕地敲鼓一下 啵一聲 隨著這一聲聲音的發出 我肚突然之間就一陣劇痛了 好像有東西在我肚裡面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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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肚 吃了心肝的 默然立刻停着脚步 他退回到我身边 很关心地看着我 这个时候 我已经痛到说一句话都没力了 只是伸出手 慢慢地说 没 没 没在后 没啊 是不是呢 为什么你不相信呢 我都说了你被人落出鼓了 看来肥佬说得真是没错 我们今次要查的那个人 本事真是很厉害 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 对我们落鼓 苗婆婆没敲过鼓之后 我肚子就不再痛了 默然帮我抹了些冷汗 很关心地问我 怎样 还通不通 我另一另头说 好吧 他不敲过鼓 就不痛了 嘿嘿嘿 是 我不敲过鼓你当然不痛了 但是 你肚里面的鼓虫 只是会留两三天 过了这几天 他就会从你的口里面爬出来 如果你的口是合迷的 他就会咬穿你的肚圈出来 苗婆婆描述的这个情景 令到我整个人都无管动 我想起之前舅舅的尸体 有一条白竹在口里面爬出来的样子 我胃里面一阵翻缸倒海 几乎想吐出来 默然立刻说 苗婆婆 只要你肯帮她解股 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会帮你做的 苗婆婆并没有理默然的说话 而走到我身边 轻轻地踏一踏我肩膀 我立刻退后两步 因为我很怕苗婆婆 再在我身上落另一种鼓 苗婆婆莫名其妙地说一句说话 你个年轻的身体都挺好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不但可以说出是谁 要落鼓害你们 我还可以帮你解股 没问题 你说 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制 只要不牺牲色相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讲笑 我只是想你答应帮我养股 养股是吧 我以为有什么大事 没问题 我去买鸡回来 让你养白竹 你看到什么书 用鸡来养 那用什么养 是用你的肚来养 听到这句说话 墨然就很紧张地说了 你是想要他吞了你的股虫落肚 然后在肚里养你的股虫 不错 她的肚就是最好的养股的地方 我立即耍手兼灵头 有没有可能 要我吞白竹落肚 用我的肚来养股 我怕肚没养股 我已经死了 苗婆婆说了 怎样 不愿意 不是啊 苗婆婆 有没有其他办法 不吃你的股虫行不行 哈哈哈哈 这样啊 送客 听到这两个字 我就下意识地向后吞 因为我知道 这个老女人又要开始放白竹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她一说送客 是那些洞洞那那 蹬脚床底 屋顶上边 长板那里面 那些白竹一条一条地出现 向我们逼近过来 我真是奇怪 这间屋里面 藏起来这么多条白竹都有的 我一路走 走到门口外面 那些白竹果然又停住了 我想了一下 看来现在除了答应这个苗婆婆之外 再也没办法 解用我体内的孤独 我和麦言说 麦言 我想问你 如果我答应她用我肚来养蛊 会不会立即死的 用肚养蛊不会立即死的 就相当于 你的肚 是她用来圈养蚓公的地方 只要她不想你死 你就不会死的 但是 就等于你的命在她手上一样 她想你什么时候死 你就什么时候死 兄弟 千万别这么傻 你想想 吞白竹落肚 你不怕 最多就不要查 肥佬在旁边也劝我 千万别冒险 但我和肥佬说 我说 不查不行 你不要不记得 我肚里面已经有那些白竹了嘛 是那个杀了我舅父的人落的呢 还有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啊 答应这个苗婆婆呢 我狗死一生 但不答应她 是十死无生啊 听到我这么说 肥佬再也不出声 只是叹了一口气 我就对着屋里面大声说 好了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一定要帮我 解雇 和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我 听到我答应了 屋里面的苗婆婆呢 轻轻地笑着说 你放心啦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的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 借你的肚子来养蛊 我不会养很久的 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会收回我的宝贝的了 那你帮我 搞走我肚里面的蛊蟲先吧 究竟苗婆婆有没有帮我解雇呢 我借个肚子给她养蛊 又是怎样养法呢 整件事又是谁做的呢 我们下集再说 第八十四集 死人下蛊 上次说到 我终于答应了苗婆婆 借我的肚子给她养蛊蟲 但是就要求她 一定要帮我 杀了我肚子里面 原先有的蛊蟲先 苗婆婆 咬了咬头 接着 她抹大了自己的口 过了阵 有一条我见过的最大的白竹 就在她口里面爬出来 这条白竹 足足有两只母子 加在一起这么大 嚇懵懵 那些脚上有点红色 那两条长桑 在不停地动来动去 苗婆婆伸出手 这条白竹 就爬到她的手掌心 接着苗婆婆走到我面前 然后就吩咐默然和肥佬 撑开我的口 她说 你们给我撑开她的口 我不想我的宝贝 进去的时候被她咬到 肥佬望着我 说 兄弟 你想清楚 这么大的白竹 你真的要吞下肚 我就叹了口气说 都到了这个时候 难道我还有得选什么 来 只要不死 就有机会翻心 接着 我眉上眼 抹大嘴 接着 我就觉得 有些东西在我口里面 捐了进来 咻一声 就直接入肚了 那一瞬间 我的感觉 真的觉得非常噁心 我还依稀感觉到 那条白竹 在我的食肚里面 那些脚 不停摔 哇 我真的很想吐出来 但是 我拼命地咳 干吐都没用 吐出来的 都只是口水 苗婆婆就说 好了 不用浪力了 你先休息一下 一瞬间 我还要帮你 铲除你肚里面的 那些蛊虫 那些蛊虫 虽然苗婆婆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用手指去扣喉咙 我很想把肚里面的东西 全部吐出来 但是吐出来的 始终都是一些黄胆水 一条白竹的脚 都看不到 过了一阵 苗婆婆 伸出手 轻轻地 掃一掃我背 接着 我看到她嘴角 不停地抽搐 好像在念咒语一样 但当然 她念些什么 我完全听不清楚 我只是觉得 在我肚里面 突然间 有一种追心刺骨的疼痛 不断地散出来 哇 我感觉到 那条白竹在我肚里面 不知和什么都在打架 那样 整个肚翻光倒海 我感觉到 我的腸胃 在那里有些东西 搓来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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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那种疼痛 一阵一阵地散出来 我整个有些乱功虾板 一样打在地上 痛到我点床点脊 足足痛了个半个小时 我直接怀疑自己要痛死 慢慢慢慢 终于就不痛了 我只是觉得 我肚里面 一阵一阵的酸水泛出来 我整个人 好像烂泥一样打在地上 想动一下手指 都没力 就是这个时候 妙婆婆就说 好了 你们扶她起身 然后 默然和肥佬 就扶着我起身 默然轻轻地掃着我背脊 然后我立刻 一声 在口里面 吐了一大堆东西 出来 那堆东西 是绿色的 非常可恶 不得 我还依稀见到 当中 有几根 断开了的白竹 不过这条白竹 就绝对不是刚刚 妙婆婆放进口里面那条 因为这条小一点 我立刻 叫肥佬 拿水过来给我 然后浪口 灌水 扣喉 吐出来 如是这般 重复了很多次 那种 作呕反胃 不过这两天 我应该也不想再吃饭 就是这个时候 妙婆婆又说 都算我没看错你 身体不错 有点本事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我帮其他人驱股 是啊 股驱了 但他们都直接痛死了 啊 你知不知道 我就说 你怎么也好 你这条白竹已经进入了我的肚子 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 告诉我们 究竟谁是幕后黑手啊 妙婆婆的伸手 向墨然示意 墨然拿出那个 装着在我舅父的尸体 爬出来的那条白竹的瓶子 递过去给妙婆婆 妙婆婆接过瓶子 认真地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说 看怕你们今次 遇到大麻烦 什么大麻烦啊 这个人的呜公鼓 道行应该比我更加厉害 普天之下 可以做出这种呜公鼓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黄老狗 妙婆婆一说出黄老狗三个字 肥子整个人面色都变了 她很紧张地问妙婆婆 不是吧 你确定你没看错 我 我用鼓都用了这么多年 又怎么会看错呢 我听到妙婆婆这么说 又看到肥子这个反应 似乎黄老狗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那我立即问肥子 喂肥子 这个黄老狗 海人也 这个黄老狗 是一个用鼓高手来的 在小时候我记得 我和三叔还和他有个一面之缘 只不过 只不过他已经死了 又怎么下鼓啊 不是吧 死了 死了怎么会下鼓啊 妙婆婆 你确定 真是黄老狗做的 看见我都来质疑他 妙婆婆很明显就不是那么开心 她的面色都变了 看着我的眼神 也有点不愉快 但是 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我一定要搞清楚的 所以 我并没有理会到妙婆婆的眼神 而是继续追问她 妙婆婆看到我这么坚决就说了 你这个年轻 的确是有点本事啊 没错 这个肥子说的是真的 黄老狗在十几年前已经死了 这个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但是 我又怎么想都想不到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黄老狗之外 还有谁可以下到这种不公估 我更加觉得疑惑 现在所有的矛头和证据都指向黄老狗 但是黄老狗是一个死人 难道真是死人下古 就在这个时候 妙婆婆就好像突然想起什么 她一拍桌就说了 是的 我几乎不记得了 黄老狗 好像是有传人 她有个儿子 很有可能 就是黄老狗的儿子下古 是很不公估的 妙婆婆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黄老狗的儿子 在哪儿子 我曾经听人说过 黄老狗 他住在一条叫永安村的村里头 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去到那里 一定可以问到黄老狗的线索 她的本事这么厉害 是掩饰不了的 接着 妙婆婆就跟我们 说了永安村的地点 我就立刻觉得有点希望 就连续向这个妙婆婆 千多谢万麻烦 然后呢 我向黄老狗和肥老洗了个眼色 事已 既然知道地址 我们就立刻撇了 但是 小估不到妙婆婆都跟着我们 走出了房子 我就说了 妙婆婆 她们不是说你 从来都不出这房子的吗 你出来做什么 嘿嘿嘿 那我的蜈蚣 还在你的肚子里面 如果我不跟你们去的话 你痛死 不要赖我 我几乎不记得了 我几乎不记得了 自己的肚子里面 还有条属于妙婆婆的白竹 好吧 看来今次是卖不甩她的 一定要带这个老坑婆上老 那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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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是黄老狗的儿子呢 还是黄老狗这个死了的人呢 在我肚里面的这条蜂蜂 对我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下集再说 第85集 何人换路 那上次说到 妙婆婆呢 就说要跟我们一起去 她说 如果她不跟上去呢 那我肚里面的蛊蟲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作 那 既然她都说到这样 那我们和她一起上路呢 但当然 我们不是马上出发的 我和默然和肥佬说了 先等几天 至少等我们处理了阿杰的身后事先 因为在我看来 阿杰呢 是为了我而死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她都不会遭逢不幸 所以呢 我就用了几天时间 帮阿杰处理好身后事 然后 又拿了自己几乎一半的身家 给阿杰的妈妈 希望这位老人家以后的生活 可以过得好些 妙婆婆这几天来 一直见到我 为阿杰的身后事 忙这样忙那样 到出发的时候 她笑着和我说 哼 年轻你都几有心 见你个人这么好 我都会叫村里头的人 多点照顾阿杰的娘的 你放心 所有事都处理好之后 我 默然 肥佬 还有苗婆婆四个人 就出了苗寨村 但是 当我们离开苗村 踏上永安村的路的时候 走一阵我就发觉 有些不对路了 我们出村和入村的时候 走的路是同一条 但是 走着走着我就发现 走的路似乎不同了 怎么会这样的 虽然我的记性不是太好 但是 进来的时候 哪里有构石头 哪里有座山峰 哪里有几棵树 这些东西 我都记得七七八八 但是 走出来的时候 就和我记忆当中的路 完全不同 好像另外一条路一样 这一件事就不单止我发现到 默然也是这样觉得的 她就在双眉 蹦下 好认真地 观察自己脚下的路 就是这个时候 苗婆婆就说了 嘿嘿 你们究竟 得罪了什么人 我就说 得罪了谁 我就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千方百计想弄死我们 默然这个时候就说 哼 我们这条路 被人换了 他这个说法令到我猛成成 条路被人换了 什么路都可以换的吗 怎么换呢 整条铲起了 再铺过另一条 没可能的 但是 看着默然的表情 我觉得她很认真 完全不像说大话 就是这个时候 苗婆婆就说了 嘿嘿 看来有点意思 好了 等我来大陆 你们跟着我 我带你们走出这里 我们摸摸摸摸摸 跟着苗婆婆的后边 就向前走 但是 走了几步 肥子就立刻走上来 一摸摸着我 不让我过去 我还想问肥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样 那样 但是肥子呢 就掩着我口 不让我说话 他起势把我拉到一边 然后再说 你呀 你呀 不要那么容易信人 这个老女人有点古怪 据我所知 黄老狗是没儿子的 但是她说黄老狗有个儿子 还带我们去她那条村 你说了 会不会有什么警告 我听到肥子敢说 不是吧 你确定 黄老狗 他没有儿子的 千进万确 当初我和三叔 去参加过黄老狗的葬礼 我都没有见他说有什么儿子 那真是奇 肥子就说黄老狗没有儿子 但是苗婆婆就说黄老狗有个儿子 他们哪个是说大话的呢 但是 我想心一层 苗婆婆这个时候又没必要骗我 我的肚子都已经借了给她 做养股的容器了 如果就这样害死了我的话 对她没好处的 更何况 现在我们如果不相信苗婆婆 都看怕没有别人可以帮到我们 因为我们的路被人换了 现在还困在一个不知名的阵法里面 我们就是这样 跟着苗婆婆一路走 走了一阵 前面就豁然开朗 那些场景又开始熟悉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那我问肥子 是不是啊 人家没有骗我们的 我们走出来了 那你还去不去呢 去 为什么不去呢 既然她那么肯定 黄老狗是有个儿子的 我也很想去见识一下 谁是黄老狗的儿子 更何况 如果我不去的话 我怎么知道你会出什么事的 无论怎么说都好 肥子都算是一个有意气的人 我都很感激他 我们来到了默然的那部面包车旁边 然后呢 把锁匙扔给肥子 我就去坐车尾 好在面包车位置多 坐多几个人都没问题 苗婆婆所说的地址我记得不清楚了 不过只要肥子知道 那就可以了 上了车之后呢 我就眉上眼睡着了 因为自从吞了那条蜂蜢之后 我整天都会觉得 周身无力软奶奶那样 不是第一天了 所以这段时间 我除了处理阿杰的身后事之外 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睡觉 肥子就在前面开车 那部车就一直开 到我醒了的时候 哇 已经到晚上十点钟了 那部车仍然在开 但是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路了 为什么那部车的速度 好像很慢那样呢 我们开的这部面包车呢 虽然是前七 但是 没理由车速 会慢到觉得好像比那部单车还要慢的 墨然是坐在我旁边的 他现在都睡着了 那我用手肘撞一撞他 弄醒了墨然 墨然见到这个情况 他面色都变了 他就立刻 拍一拍在驾驶位上边的肥子 叫他停车 肥子杀着一部车后 转转看我们 问我们有什么事 但是当我看到肥子的样子的时候 就吓了我一跳 肥子的面色很白 白得像死人一样 而且面上 还有很多白色粉末 一股一股的 吓到我 用手指着肥子就说 肥子肥子肥子 你的样子 怎么会这样的 什么呀 我的样子什么事 肥子一路说 一路找个袋 找了一会儿 让他找到一块镜子出来 然后他想照镜子 但是墨然手急眼快 一下子把镜子抢过来画 不可以照镜子 如果被鬼发现了 那就糟了 墨然一说 我就想起了 对 很多老人家都说 半夜三更千万不要照镜子 因为一照镜子 就会有鬼发现你 甚至会跟着你 所以我马上就跟肥子说 我说 不要照镜子 我告诉你 你的臉 臉色很难看 很白 还有很多 白色的粉 在你臉上一爆一爆 我告诉肥子 肥子就急了 他伸出双手 起势不停搓面 他好像希望把面上的粉 搓下来一样 但搓多少搓不脱 粉黏得确实 我再问 肥子 那是什么粉 为什么会这样的 你问我 我问谁 我问你 肥子越出 面色越难看 也越心急 我看到他实在忍不住 啪啪一声就跳下车 接着 在倒后镜子一照 不照油智可 一照 嚇到肥子整个人大叫一声 嘩 嘩 接着我看到他向后退了几步 雙手蒙着自己的面 好像很害怕 肥子这个人 虽然平时钓鱼锅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有东西可以吓得他这么害怕 究竟面上的这些白色粉末 是什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出现在肥子的面上呢 肥子又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 我们下集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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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